领空是一个国家防卫政策的关键点之一,进入现代社会之后,防卫领空更加被各大强国所重视,而科技的发展,促进了各国防空技术的发展,也催生了空战技术的发展。 正所谓有毛就有盾,在防卫领空的过程中有了坚强的盾,就催生了战斗机、空炸机等毛的发展,这部,处于局势科技领端的美国和俄罗斯两国,就是它用这样的关系进行竞争的。 在航空技术上也是你防唱罢我登场,竞争精彩分成,然而就在最近,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,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事,原来,就在前不久,美国家里的蓝天打破了之前的瓶颈,也迎来了一些不速之客,而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,也让美国政府有些惊慌失措,迎对起来绍忙搅乱。 那么,这些不速之客到底是谁呢?给美国引发了怎样的危机呢?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俄军演练,京东美国,近日,根据媒体报道,美国空军向外公布了一个消息,根据美军北美航空航天司令部,发布的消息,美国探测到在近几日,有数架俄罗斯战机,针对美国本土进行了多次有组织的模拟攻击演习, 演习针对的目标都是美国本土的重要军事设施,这着实把美国空军下了一跳。 的确,由于在伊克问题,叙利亚问题上的不目,外加上近期叙利亚局势的突变,美俄多次险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。 而美国之所以在军事打击叙利亚,实际上是在威胁俄罗斯军队,使他们放弃对于叙利亚政府的支持,所以俄罗斯也长了记性。 既然美国想要威胁,那么我们也报复威胁下美国。 正因如此,俄罗斯才进行了多次模拟攻击演习,一再向美国亮明态度,同时直接告诉美国,如果美国想要继续威胁俄罗斯,俄罗斯有强大的能力进行反击。 演练过后,意犹未尽,俄罗斯在演练之后,貌似意犹未尽,并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。 这不,美国又在军医探测,到俄罗斯空天军的TU-95MS闯入了美国的防控识别区。 TU-95是俄罗斯先进的战略轰炸机型号之一,其具有十分强大的核威射能力,其服役历史较长,但是依然是能力十足,拥有近两万公里的最大航程。 携带弹药量十分充足,可以应对大部分的地区冲突,甚至在关键时刻可以携带数量不少的核弹头。 对于美国来说,这两架轰炸机犹如两颗定时炸弹,全在美国人的头顶上,所以在探测到俄罗斯轰炸机的同时,美国空军紧急派遣两架F-22猛型战斗机起飞拦截。 一个拦截,俄罗斯战机,因为,如果俄罗斯轰炸机直接往阿拉斯加飞去,而美军不加拦截,后果不堪设想。 不过,俄罗斯不会被称为战斗民族。 对于美国空军发出的相关警告,真的是面不怒俱色,俄罗斯军机并不正是美国的警告。 在突破美国的拦截之后,往阿留申群岛站的一圈还匆匆离去,让美国人十分的后怕。 根据美军的消息,俄罗斯空天军在近期恢复,了对于北美地区的威慑性战斗巡逻。 而俄罗斯这样的决定,彰显了俄军事改革的有效性,也表明俄罗斯重新恢复了苏联时代对美地空中威慑力。 要知道,在冷战之后,俄罗斯因为经济困顿,难以为计对于美国的空中战斗巡逻,而近期不断恶化的美俄关系,为俄罗斯重新恢复这种制度找了很好的理由。 亡羊五劳,为时未晚,在美军的拦截记录中显示,俄罗斯军机围绕美国的防空识别区,足足飞行了多个小时,直接威胁到美国的本土安全。 这让一支自大的美国空军卓实吃了一惊,而美国也开始逐步正式改革后代俄罗斯空间军的力量,同时做出更多的预防措施。 实际上,就在俄罗斯军机平停光顾之后,美国也做了不少的防卫措施。 比如说,加强在阿拉斯加地区,对于警雷达和防空导弹,加强防空体系建设,同时加强对于俄罗斯打击目标的保护。 这些都释放着俄罗斯进一步威慑的良策,为了应对俄罗斯进一步的侵袭。 美军也部署了大量的先进战机,以防不测,可以说美国是真的吓坏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